在泰山西北之脉的林岩山中 有一座千年古叉林岩寺 它创建在东晋时期 距今大约一千六百多年 相传东晋高僧朗宫来此地说法时 猛受龟伏乱石点头 故称林岩 这铜碑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 这奥年号为大唐垂拱四年 是公元的668年 就是说当时武则天去泰山风扇的时候 是打破了传统的世俗 先到我们林岩寺来拜佛 后来去泰山祭天 并且在当时有这么大的接待能力 也可以体现出林岩寺规模非常宏伟 经济地位也是非常雄厚的 那么当时武则天就感觉 我们这个寺院非常有灵气 当时寺院的住持是慧祭禅师 他在我们这个寺院主持的时候 寺院香火非常鼎盛 那么这铜碑也是林岩寺目前来讲 保存的最早的一块贝壳 林岩寺之所以兴盛 关键在唐太宗征冠年间 高僧慧虫重建林岩寺 唐大吏是大才子之一的司空术 在提林岩寺诗中写道 百丈金身开翠壁 万窗灯燕阁烟罗 由此可见当年寺庙之宏大 佛像之壮伟 金舍之繁密 当时林岩寺已经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寺院 他跟南京的七霞寺 天台的国庆寺 江陵的玉泉寺 共享玉中四绝之玉 千佛殿是现今林岩寺的主殿 沿着千佛殿的寺壁 置有四十尊 彩绘尼塑的罗汉像 其中三十二尊罗汉 宿于宋志平三年 公元一千零六十六年 在明万利年迁入千佛殿的时候 同时又补塑了八尊 像这尊塑像这个袈裟塑造的是特别好 袈裟塑造的像真正的丝绸一样 质感很强 就好像风吹过来 就能随风飘动似的 这袖口的褶皱纹理是非常强的 颜色也是最原始的 在当时采用矿物质元素 纯天然体去的 所以九百多年一直都没有褪色 这是保存的最原始的面貌 透过罗汉袈裟塑 能看出当时的艺术家 对人体解剖学已经相当了解 这尊塑像塑造的是 比较愤怒的一位老和尚 那么这位老僧人 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感觉他是不服气的样子 由于过分激动 您注意他太阳穴上 还有脖子底下的青筋都暴露出来了 还有眼角的鱼尾纹 大家都看得特别清楚 这都是用黄泥塑成的 非常逼真 这尊罗汉的神情更是经典 罗汉堂里面塑的最好的一尊塑像 就是这位中年僧人 他刻画的是赌物生情的一瞬间 您看他左手托着蓝色手帕 右手在手帕里取出什么东西 就好像触景深情 想起往事 您主要看他的面部表情 仔细看 眼泪在眼眶中转动 确实就没有流出来 这眼袋看得是特别清楚 鼻子下面发白发亮的是流出的鼻涕 那么由于一抽气 脖子底下就凹起两个深坑 就把第一瞬间刻画出来 非常逼真 您看这边两位高僧在争论 两位高僧一位手指指一 另一位手指指二 那么九百多年还争论不休 向他两侧的师父因劝解无效 各自把头扭向一边 不予理睬顺其自然 那么佛教中讲的他们两位是在汴京 您注意两位的面部表情 说一的这位得意洋洋 稳操胜券 高高地把一举起来 一是中指 在佛教中就指金刚指的意思 力大无比 无坚不摧 您看手指二的这位 阴沉着脸不服气的样子 手指二是钥匙指 可以免除众生苦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说一的这位是显然占了上风 他是得意洋洋的 表情特别丰富 古代艺术家用泥土塑造如此富有生命的艺术形象 怎不叫人惊叹呢 碧之塔是一座八角九层楼阁式砖塔 创建在宋纯画五年 公元九百九十四年 塔基的八面浮雕 捐刻出古印度孔雀王朝 阿育王皈依佛门等故事 雕刻构图活泼 刀法娴熟 布施为宋代艺术杰作 堪称是灵沿寺的标志性建筑 根据记载 碧之塔历时六十三年才完工 工程之浩大 结构之复杂不言可遇 从建筑的位置跟结构上看 它是典型的宋代风格 至于这座惠虫塔呢 正式堂贞观年间 重建林烟寺的高僧惠虫之木塔 相照于周遭历代 一百六十多位高僧的木塔林 可以明显地对照出 惠虫法师在林烟寺历史中的 崇高地位